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香港恐怖电影 《生人物境之问米》 问米是一种诞生于古代的巫术 能够将王者的魂魄召回阳间附在神婆的身上 这样家人就可以与之对话 因为米能打开阴阳路 所以在举行仪式时需要使用白米 好了,故事正式开始 这天一位房产中介带着一对夫妇去看房 其实这间房子是个凶宅,一直卖不出去 但夫妇显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而转眼间,原本空荡荡的房子 突然焕然一新 就像正常住户一般 还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旁 这时屋内又走出来一个正在接电话的女子 只听电话的那头 她的丈夫焦急地喊道 有人想要烧死他们全家 让他带着儿子赶紧走 然而母子俩却发现大门被锁上了 紧接着从外面泼进来一桶汽油 燃起了熊熊大火 就这样母子二人被活活地烧死 随后幻象便结束了 但房产中介绍